入口处车辆禁止通行 进到里头山猫爱飞清除土石 抢后道路 好114线0K加100入口处 只通往蝙蝠洞园区 24号凌晨持续性下雨 降在陡峭山区 造成20公尺高200平方公尺的 面积范围崩塌 晚上差不多一点钟 我以为我听到 我只睡在下面嘛 我听到了就是 以为说是那个打雷 天气稳定 早上9点 仰工处厂商立即出动 赶在傍晚前通车 那其理的都是一些树倒 或是小摊胖这样子而已 这雨太大了 因为它瞬间雨量缺失过大 因为不止这114 112 116 118 113 115 全崩 采访车沿路进到陶118县 路旁倒下的树枝 甚至还有横在马路半空 山区雨水更是不停渗出 水从山上往下直屑 形成一个个天然瀑布 这里是台七线北横公路 随着台风远离 雨是稍歇 但滚落的大小石块 早已布满整个路面 驾驶通过 刻意放慢速度 而在中午前还仅解除 下午三点复兴区土石油警戒 也告一段落 跟着礼办公室人员开车来到民宿 疫情分流 前一晚预防性撤离 这里安置了两个家庭 态风揍88岁爷爷好开心 终于可以回家了 他们睡的吃的也比较好 也比较安心 不像以前 我都是集中在大礼堂 拜拜 加油 巴林还有后山的宜兰那边 这次大雨都下在那边 所以那个水都集中在这里 浑浊溪水缓慢流动 大汗溪石门水库上游 更直接来个满水位 成了台风过后 另一个好消息 大一期文 小字节田志中桃园报导